徐曉鑫 競然把我們國家的機密文件外洩 我們外交部現在是要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有準備要拆除法律的行動 就是我們要去 去違反公屋機密 做外洩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部長給我們解釋一下 聽說沒有什麼清楚 這個外洩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外交部 有一些機密的事情 譬如說跟其他國家的協商 跟其他國家的簽訂一些合約 這都要報立法院去立法院報備 報備的時候這個仍然是列密的 機密文件 所以這個機密文件 照說不能夠拿來公開 但是徐曉鑫就拿我們機密文件 拿來公開 所以這已經是違反發揮的規定 所以我們外交部準備說這兩天 我們準備好就要去地檢室 要去教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在那裡說法律以外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說的 在那裡讓我一兩分鐘的時間 我給你解釋 讓我們聽眾朋友 我們要了解一下 對 第一項就是 他違反了這個道德的底線 所謂違反道德的底線 就是說 你要控訴別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那個 確切的這個證據 你如果說完全沒有正義 只要說我聽人說什麼 網路謠言 聽網路謠言 甚至是他沒聽到自己去想 他意測 然後就來 配平我們外交部 說我們外交部 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我想 這個社會上 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如果你要說我 做什麼不好的事 一定是我有做什麼不好的事 我正義 你來跟阿公 我跟我說我可以解釋 我盡量解釋 我如果說我真的做得不對 我就 要跟大家解釋 所以他都跟別人連連看 現在別人跟他連 他就說別人不對 他跟別人連連看 都說 沒有說他自己不對 就類似這樣的狀況 外交部 他看著 他生一個小孩 就開始說了 對 沒有不對 所以 他在說我們外交部 說跟其他國家的 這個NGO 還是說其他國家的 政績的這個機構 裡面有什麼 不法的這種連結 甚至說我們有去支持 捷克 他的政治任務 頂頂 這都嫁 但是他這個也拿來講 甚至是在國會的殿堂來講 在外面也開記者會來講 所以這個踩到 我們台灣社會的這個道德底線 所以這個事情是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容忍 所以我們已經開過幾次記者會 發過幾次新聞稿 強烈譴責 第二行就是違背 這個外交的 踩到這個外交的底線 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的外交是很難做 如果說其他國家有一些在慶然的 一些人 這些國家 我們當然也去珍惜這種友情 珍惜 不要跟他們保護 對 沒錯 捷克 你看 世界 這個國家 很慶然的 跟我們沒有邦交關係的 少數幾個國家非常挺我們 譬如像美國 當然是挺我們 日本挺我們 捷克 或者是立陶宛都挺我們 那他願意挺我們 就願意 也願意來協助我們 去把我們台灣的愛心 去傳播給那個烏克蘭那邊 所以像我們外交部的這種預算 或者是說一般民間的這個捐款 我們有透過捷克那邊去安置 烏克蘭的難民 那也透過捷克這邊 進到烏克蘭的境內 去協助烏克蘭他們的重建的工作 那所以這種外交是經過今年 哪月長期打下來的結果 結果許巧 許巧欣 他這種批評其他國家的這種機構 正式的機構 他們叫生物科技的一個學院 批評這個院說它是涉及到 國內的政治 那批評到他們內部的那個 那個政治人物 所以這個已經踩到我們外交的底線 我們奮鬥了這麼久 好不容易有捷克這麼好的朋友 但是他用這種方式來摧殘我們 跟捷克的這個關係 那第三個就是踩到自由民主陣線的底線 像現在就是俄羅斯去侵略烏克蘭 中國對我們施加很大的軍事經濟 等等的壓力 也因此世界民主的國家 大家都集合起來 想要幫助烏克蘭 想要幫助台灣 可是他這種做法 是在污衊我們在協助烏克蘭的這種努力 那也因此 這種會引起其他的這個國家的側目 甚至是會影響到我們跟其他民主國家之間的往來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 就是踩到法律的底線 那這個是絕對不能夠容忍的 法律上規定說有一些機密的公文 是不能夠拿出來的 可是他踩到了法律底線 他把這個機密的公文 把外交部的這些公文拿出來秀給記者看 對外來公開 那這個是絕對不能忍受的 這一兩天我們準備採取法律行動 要去地檢署告他 那我們一準備好了我們就會去